给他上电梯 二战时期的日本究竟使用了怎样的武器在妇女身上 就连日本军方自己都感到非常无耻 还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 下令销毁所有的资料和文件 这种武器究竟是如何制成的 这些妇女又会遭遇怎样的折磨呢 二战日本军方不断扩大自己 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侵略范围 随着不少的小岛被他们彻底征服 这里的土著居民也成为了被日本人随意欺负的对象 由于当地的卫生和社会环境并不是很好 很多的妇女都会遭遇其他男人的侵犯 日本人在掌控了这里所有的一切以后 立刻对土著居民的生活进行了相应的管控 由于小岛上的瘟疫传播情况极其严重 日本军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以后发现 当地的病人竟然大部分都是由这些妇女所带来 她们乱交的结果不但使得日本士兵有可能染上同样的疾病 而且还造成了很多恶劣的影响 就在日本军部打算对此事进行后续管控的时候 她们有没有和解过一段期间的距离 你全部当地的bbe岁和分野 正确实在完全没有人看过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时期待会发现的嗯